好燙 還好72度 好燙喔 剛剛在幹嘛討論 我要喝完嗎 因為這是洗澡水 要把洗澡水喝完嗎 嗨 大家好 我是妮妮如 我現在在捷克的知名溫泉城市 卡蘿維瓦利 耶 他說這個是什麼 如果便利商店都會買四種餅 好甜喔 有餡嗎 好看 它還有那個巧克力 是餡 你看不到有鮮 它很薄耶 是耶 但是這不就是法蘭蘇而已啊 就像法蘭蘇 很薄的法蘭蘇 這些大樓地上的這個 都是跟你說這個是哪一個名字 以前住過 這邊之前莫達特有住過這一棟 但它下面已經變成賣包包和衣服的 你可以跟莫達特做同一棟 它是溫泉鎮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出發去參觀它的溫泉了 這就是溫泉館的那一部嘛 它有好幾家去那邊買溫泉杯去喝溫泉水 可以吸耶 這個小經驗已經150克了 這樣大概是快要200塊才可以把這個 1.3或1.5 不是熱水耶 好強 它有72度 好燙喔 我要喝喝茶 燙喔 你用吸的啦 是鹹的 好嗎 你要喝喝看嗎 我有點不敢喝 剛剛在幹嘛討論 我要喝完嗎 因為這是洗澡水 要把洗澡水喝完嗎 它有這種 好酷喔 這不會被噴到嗎 你看很震撼耶 很大聲耶 啪啪啪啪 它噴到上面去耶 這裡是超高檔小鎮 都是給迷人住的 然後賣的東西也極貴 只有這個很便宜 這只有算135塊 哇 涯光出來了 好美好美喔 哇 是什麼地方 好像是又有 又有溫泉可以免費喝 這裡好多可以免費喝溫泉 最早的發現就是這一座 這個是64度 這是第一座 然後發現狗狗一直在叫 原來是因為水太熱了 這事情就有了 它看起來超燙 好溫暖喔 好舒服喔 這是我洗澡的溫度耶 我洗澡洗四五十度喔 有一個池了 它這個是 它這個是 61度 你說這邊的溫泉 它們都說是有治療效果 有療效 可是 喝起來真的是洗澡水 這邊好漂亮喔 它這個柱子 拍照是不得了的好看 沒有可能耶 這個細節 這個細節 我覺得漂亮 這是什麼地方 太美了吧 就旁邊的樹跟這個瓶子都很漂亮 這是最後一個溫泉會館是不是 最後一齣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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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耶 超美的 前面也很美 他們說這一棟建築物 因為它是現代摩登 所以大家都很討厭 我也覺得有點莫名其妙的蓋在這邊 今天是我們最後一天自由行了 那今天的話呢 終於要去看城堡啦 Yeah 布拉格城堡 我們要看這一棟 好像從九世紀就開始了 然後說是世界最大的 最大的城堡 所以其實還蠻期待的 我們家很喜歡看這些歷史建築 所以行程比較無聊 我們剛剛是搭了電車 然後下來 就布拉格這邊呢 它的票是這樣算的 你買一日券 然後你只要插一次票卡 接下來你都不用去插了 只有交通工具就可以用 地鐵 電車 纜車 全部都可以 很方便耶 我覺得這比日本台灣方便多了 那大家如果來到這邊的話可以認定 22號電車 它是專門保觀光客 然後每個觀光區都可以停 那像我們今天搭的呢 就是 就不是22號 因為我們今天從我們的飯店搭過去 我搭26號 所以要走九分鐘 現在到了這個城堡群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就在城堡縫氣中間 像我們後面是洛克維之宮 旁邊可能是別的工班 它有很多工店 那其中這些工店中間呢 有一條道路是黃金巷 這個黃金巷呢 它特別在哪裡 它特別就是特別在 它是一群煉金術師住的地方 然後有童話的感覺很可愛 在黃金巷旁邊呢 它有一個賣票的亭 那個人的話呢 是250克的廊 然後 它可以玩兩天 然後所有地方都可以去 應該說它有這麼多地方 它上面有寫這麼多地方都可以去 然後它後面還附一個 皇宮區的小地圖 然後現在這邊就是黃金巷 可惜現在沒有陽光 很可惜 很漂亮 我先來上去幫大家看一下 好啊 這就是他們當時的武器 給它射箭出去 還有一些 盾牌 武器 我有特別去一些武器庫派的那些收集的武器 這個比較粗糙 之前去西美博物館的比較驚喜 那可能是貴族用的 這邊的樓梯很可怕 它那個木頭 地板都軟綿綿的 要扶著 抓緊 不用沒關係 等一下等一下 我會怕樓梯 然後這邊實在不同 剛剛是比較中世紀 這邊 出現一些槍 然後 有小朋友的困牆 它感覺超級喜歡剛剛那個武器庫 然後這邊就是每一家都有一些很可愛的小店 但這裡人真的很多 非常的多 這邊的話還有那個 捷克的作家卡夫卡 也有一家他的店 所以如果你喜歡他的話也可以來這邊參觀 我是覺得蠻可愛的 可是有太陽應該更好看 這裡很多地方可以讓大家看當時的生活 然後記得他們都是煉金術師 應該是聖喬治大殿 970年的時候蓋的 然後呢 再往旁邊看 超震撼 本人真的超震撼 這就是 全世界最大的城堡是吧 對 這就是布拉克城堡 全世界最大的城堡 哇 這是布拉克城堡的本地 它 它超級大的 我已經套到最底 我猜面前面可以拍進去 而且還沒有辦法全部拍進去 它周圍也都非常的漂亮 但是這個城堡 可以明顯感受到它 漂亮的程度 一樣 它這個都是新的 很美 而且 它上面的這個都是彩色玻璃 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原來是從那個小洞洞進去 我看剛剛那邊拍好多人 我跟大家說 我們買一個跳布拉格皇宮的 要爬300層才可以到要看的地方 不管我要不要 我說要 然後 剛剛在自言自語說 四四一百層就可以山了 然後路人就很潰 超山 而且 我其實很怕走樓梯 很怕高 好可怕 上來的人不多 300層 你把它講到斷了嗎 好大的風 我 這就是最高啊,各位 我一定要把我捡進去 不要給你生氣 我真的是突破了我的巨高 ech 完全不可以 超漂亮的啦 風超大的 也是劉爸爸有辦法陪我爬上來了 很漂亮 這個是什麼啊 高塔公主 一些宮殿 這邊可以看到那兩座橋 然後橋上的列車 都是人 不知道大家影片上看到 好不好我們要拍影片留言 快點 我們出來了 我覺得以這個三百屆來說 體力上我覺得還可以 我覺得可怕的是高度 高度真的超可怕的 我一直在自己嚇自己 然後一直偷偷冒冷汗 然後因為它那個樓梯間非常的狹窄 然後所以呢就是如果有下面要上來 它就會浮裡面 上面要下去浮外面 然後一直交錯交錯交錯 有點小辛苦 但是 我覺得是一個挑戰 還蠻值得的 我自己也覺得蠻值得的 但如果你膝蓋不好啊 體力不好 就算了吧 我們之前都弄錯了 其實就是 布拉格宮城堡是這一大塊 然後我們剛剛爬上去那個 它其實是裡面的教堂 它裡面好像有三個衣骨之類的 很大 然後我們現在要排隊進去 超級誇張的大 它是捷克最重要也是最大的教堂 然後有很漂亮的 就裡面非常的華麗 然後有很漂亮的這個彩色玻璃 等一下可以看 超多啊 超超大的 看看那些彩色玻璃 真的是很美 超漂亮啊 它每一扇窗都有很多細節 這跟你外面看到的那個教堂 都不是同一個等級的 超大 這個教堂好像也是 九世紀就開始了 然後只是它十三世紀的時候有改過 然後歷經了非常多任設計師 天啊我們逛完了 這個教堂是我這輩子逛過最漂亮的教堂 藝術真的是無價 還有很多很漂亮的教堂 然後現在我有堅持要來 跟大家分享 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是 全球十五大景觀 然後我們要去喝它的下午茶 然後我們現在先搭乘這個 透明電梯往上 然後到四樓 然後到四樓 我不是在街上 我不是在街上 因為我不是在街上 因為那個男人很快 因為那個男人很快 要坐在那裡 喔 喔 請我來 請我來 它說明呢 這家餐廳叫Teresa 你看 然後呢我的英文本名就是Teresa 太巧了 如果是我生日的話 我就會說 哇是為了我慶祝 訂的餐廳 結果不是 但是我媽也是特別 訂的這一家 然後我們看一下她的菜單 這個價錢呢 跟台北市差不多 是這個生牛肉耶 一樣的東西耶 一些顆料理 我們上次有一天去飯房廠商吃這個 生牛肉 然後加麵包 然後這個蒜頭 滷到麵包上 非常的好 你要不要吃這個 看這一家怎麼樣 我要吃這個 然後這個是甜點 她的甜點我們上次有去吃過 同一個系列的 真的很好吃 給大家看一下 馬卡龍 沒有要別的喝 然後一樣它會有一些調酒 我已經喝過這個 五酒精版了 我點的五酒精調酒來了 這個是什麼的五酒精啊 蘋果的五酒精 也是最喜歡的 Mojito的五酒精 我的沙拉來了 好好笑喔 把帽子戴起來 肉蠻嫩的 剛剛可以加點鹽 它的沙拉 這醬還蠻特別的 它是加芥末的土醬 很好吃耶 我覺得 結論就是 光景美很漂亮 但是如果呢 像今天影片的話 下面還蠻涼的 因為它風很大 但如果是沒有什麼風日子的話 真的很推薦來 蠻漂亮的 而且它的價格其實不會很貴 我這盤沙拉就是400克台幣 以這個view 還有就是在天文中旁邊 我覺得還可以啦 但是沒有那麼有的油筆窯 我比較推薦去那個 Black Angel喝調酒 好啦 天啊這是什麼 好可愛喔媽媽 你看 好漂亮的 所以這裡的洗澡水是可以喝的 喔不是 這裡的溫泉是可以喝的 但是這裡的食物 吃一杯 只要很美味 我看你 可以喝的 好好喝